大家好 今天是上海中考第一天 我现在在上海市中心 隔制初级中学的一个考点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刮了微风 下了小雨 现在家长正在等待 在这个走廊里面等待 周边陆续有家长赶来 这边也是竖起了警戒线 隔制初级中学 包括这个它的高中 隔制中学 是非常有名的中学 上次高考的时候 也给大家拍过 是一所百名的名校 那今天在这边 中考的学生 如果能考进隔制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了 那不得不说 在黄浦区的考生 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它整个的市重点率 在全上海16个区之中 是最高的 据说达到了 接近40%的市重点率 这个相对比其他 这个区的这个市重点率 可能是20% 20多 这个要远远高出了 这边还有很多学生 在紧急的翻阅一些 备考的知识点 这个也是应急的一种方法 我们常说高考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虽然中考的关注度远远没有高考高 但实际上呢 很多时候 很多人的这个命运 实际上是从中考就已经开始决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概率学 综合往年中考的数据来看呢 全上海大概有25%的学生 能进入这个市重点 30%左右的学生呢 能进入区重点和普通高中 还有40%左右的学生啊 是考不上高中的 那更进一步 这批考入高中的学生啊 其中只有3% 能进入中国的一流学府 包括清华北大啊 复旦交大 还有25%的能进一本的学校 而能进一本学校 学校啊 其实很多学生啊 都是要进市重点啊 机会才大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啊 就是好高中才能考好大学 那考试为期三天啊 今天17号考两门 上午9点到10点40是考语文 下午2点到4点的是综合考试 然后明天18号上午考英语 从早上9点到10点半 下午2点到3点40考数学 然后9号上午9点到9点40是考道德与法治 下午2点到2点40呢是考历史 这就是中考大致的一个流程 好了 现在已经开始进场了 学生们开始已经进场了 马路这边是家长在这边等 那边是学生排队进场 哇 这么多 都在这边等了 等进场 看一下啊 都是期盼的眼神啊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好成绩 看一下啊 这边有家长穿旗袍啊 也是来送考 有两块牌子啊 旁边是一个是曹光标 一个是上海市 是隔制初级 这上面都是 巧守期待的一些家长 或者老师啊 还有一些 助威团啊 亲友团 您是孙辈来考试吗 我送个孙子来的 哦 送孙子来的 那他考试您紧张吗 不紧张 紧张他呢 学校也不紧张 有什么话对孩子说的 祝福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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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他